你相信沈小姐杀了他们所有人吗 真好看 这沈小姐还挺可爱的 看不出来在装傻 你认为她是在装傻 玩的浑身都是你吗 唯独这张脸 又看见 又翘 让人忍不住吧 想摸上你了 你一个女 妖 言辞怎么学得如此情 这沈老爷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 你都无动无动 看来这辈子 你注定不嫁寡人了 那这辈子 就长得郭嫂的妖打了时间 夫人 你不要激动 你抗拒不了沈家给你的诱惑 对不对 唐一招 我们两个十六岁就在一起了 如今你想跟他在一起了 我不服 你听我解释 解释你个偷啊 身手这么敏捷 不像天生吃傻呀 唐天使 你居然生一副好相吗 只要你只见了都会喜欢 其实我也不想 把你变成干笔的骨头嫁人 只要你们知道太多 是唐夫人好看 还是我好看 要杀便杀 你就这么讨厌我 男人都是不知好歹的架 好你个沈将军啊 背着我勾引我男人是不是 你不是听我警语了吗 这么不入流的手段 还想套着我 我要杀了你 你就躺在床上看戏呀 半周吃老虎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你知道还记得了 我不是怕万一你着了他的道 你就算不犯了 你也没有必要把我带回你的师们找死吧 你身上没有妖气 是死是活就看你自己了 一妹 你说什么 一妹 我听说唐师兄向来不敬你死了 对呀 怎么收了你做一妹了 看不出来吗 我本是一大户人家的大小姐 奈何遭遇山匪 全家皆被杀害 就在我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一兄从天而降 拯救了我 简直是雪中送炭 一兄的这份大恩大德 我哪怕是做牛做马 这报答都不齐万分之一呀 那错 就是这样 我不过是随口便那种故事 如有雷土 纯属巧合 你不是做牛做马 都要报答你的救命恩人吗 去吧 报答的时候到 我们只是在演戏 入戏太深的话 会左火入魔刀 做戏要做全套嘛 不然怎么能让人信以为真能是吧 演的 都好好行 唐舟师兄先是对你英雄送你 然后又一路破损 你可否给他放弃暗血 这绝不可能啊 这恩情跟爱情是两回事 是是是 一兄他法度确实高超 但他这人的性格 一言难尽 其实我们灵霄派的弟子 是可以不假的 为了掌门需要存天理 灭人欲 我虽然是大师兄 却没有唐师弟刻苦 而且他天字颇高 所以门牌上下皆知 他才是掌门的后选人 这一路上他不进你色 吃螃蟹 要沾点 姜丝和醋 这样吃多了就会上身 大师兄真体贴 你跟唐超完全不像亲师兄弟 唐师弟心怀大师 而我 一与八点肯定 啥了不是 我也是 我也是这样的 你挂下人都在那 这样自己以后会成为长本 不跟你孩子打交道 就如此不照联想心 莲花精来了凭消款 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不要蒙骗物 小红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cuader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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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我订阅